为什么男人离婚后还愿意同房?原因不外乎的四个 以前的人提起离婚就像遇到洪水猛兽,而现在离婚就像家常便饭 人们的思想开放了,不再认为离婚是人生中的污点 过不下去,说离就离 可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现象 离了婚的男女有的还住在一起 就算没有住在一起,有时候还会一起过夫妻生活 而男人会比女人更乐意 这是为什么呢?不外乎下面四个原因 一,解决生理需要,每个人都有生理需要 每个人都有生理需求,这和性别无关 唯一有区别的,女人的性一定要有感情铺垫 哪怕不爱,也要有一点好感 而男人的性可以没有爱的基础 哪怕他不爱你,他也可以太弱自然的和你发生关系 为什么说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就是因为他们的性可以不涉及感情 他和你发生关系,也只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而已 重点是性,而不是你 所以男人和自己前妻发生关系 并不是因为旧情未了,而是因为他正缺女人 前妻一文曾经有过交集,对他来说更熟悉 所以他会更乐意和前妻发生关系 除非前妻做了让他深恶痛绝的事 他才会彻底断掉念想 二,就算离了婚,男人心里还是觉得你是他的女人 男人的占有欲是很强的 在他们看来,一旦你成为了他们的女人 你就一辈子都是他们的女人 哪怕后来分开了,他们的心里依然不会把你滑掉 这种感觉无关感情,只是占有欲在作祟 男人想要得到一个女人,就是去占有她 而对他们来说,发生关系就是占有 他们不排斥和前妻发生关系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次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和自己的女人上床,多么理直气壮的理由 所以他们不但不会拒绝前妻的邀约 甚至还会主动去联系前妻 哪怕前妻重新组成了家庭 他们内心的占有欲,也会怂恿他们去骚扰前妻 三,他对你还有感情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你还有感情 感情是解释一切的原因 一句有感情,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因为有感情,所以上床了 因为有感情,所以联系了 因为有感情,所以放不下等等 男人只要还喜欢你 他是不会轻易放弃你的 就算已经离了婚 他也会设法时常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设法吸引你的注意 设法让你忘不了他 他当然是愿意和你过夫妻生活的 但如果你不愿意,他也会尊重你 可有的时候,他也会用一些手段 强迫你和他发生关系 因为他还想拥有你,不想放你走 四,为了面子 有的男人就不像上面三种这么简单了 有的男人和前妻都已经离婚了 却还要不断骚扰,想尽办法让前妻跟他发生关系 只是为了让他们的面子好看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到外面跟别人吹嘘了 我前妻根本离不开我 我前妻想跟我复合 我前妻对我投怀送抱 一切都是为了显得他们很有魅力 拿自己前妻和自己的私密室来给别人做谈资 他们觉得这样很有面子,因此乐此不疲 离婚后,男人还愿意跟前妻同房 是有原因的,但并不复杂 不外乎上面四个原因 如果你的前夫还总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想尽办法靠近你 你要好好分析,不要再白费感情 好,好,好,好